下一個提醒呢 比較特別一點 那給你一些條件 請你直接去算墨濃度跟重量百分濃度 這也可以當做 所謂的墨濃度換算重量百分濃度 重量百分濃度換算墨濃度 類似那個狀況 第一個算墨濃度 先回想怎麼算墨濃度 分母要放公升 分子要放幾墨 溪流酸一公升 公升有了 純流酸一百九十六公克 沒給墨 只給質量 給質量會換墨嗎 給質量怎麼換墨 處理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要知道墨 給質量 質量處理原分質量算墨 分質量應該會備的 流算分質量應該會備的 九十八 均屬 兩墨 幾公升 一公升 再進去就好了 再進去啊 下面放升上面放墨 這裡算出來 簡單 解決 對 下面一個稍對這題而言 這個稍囉嗦 條件給的不一樣 囉嗦的事情不一樣 他問我 百分濃度 怎麼算百分濃度 分母放 容易有幾克 分子放 容值有幾克 容值幾克不用做了 196克不用做了 只剩下容量有幾克 有給我嗎 沒給我 給的是密度 請問你 給密度會算質量嗎 給密度怎麼求質量啊 百分濃度 當然要放容易質量 當然要放容值質量 那密度怎麼做 給密度嘛 D等於V分質量嘛 M等於D才於V 容易密度乘容易體力 叫做容易 質量 為什麼要乘1000 為什麼要乘1000 因為密度是用毫升啊 D是公升啊 所以公升要換成毫升喔 給算一下 1100 好啦 這個油啦 你有盡有啦 下面放容值質量 下面放容值質量 11196 這個看起來不能整除嘛 大概就好了 17.8 這百分之七點吧 是這樣 可以嗎 可以 請問你 換條件 也不算換 水151克 硫酸49克 容易是 每毫升1.15克 百分濃度 沒有濃度 第一個問題 百分濃度 多少 這個 這個 剩下最後兩個人 這個 簽上面剩下最後兩位 2號跟6號 上來 簽上面剩兩位 2號6號上來 上來 還個6號來 6號嗎 6號來 喔 法融喔 法融來告訴我 你不會做嗎 呵呵呵 呵呵 自憂生 我當做 你現在沒有學到 我嗎 你又多來個性 我不會壓得我傷心 難過耶 紫潔小姐 我很傷心喔 不要哭 我不會 這樣我會很傷心啊 就說我寫把融職業生當時還沒有交到 你應該交到了吧 百分濃度 分母放融義質量 分子放 融職質量 這一題 這一題的給法 很簡單 因為都給了 糖加水叫糖水嘛 所以把它加起來就好了吧 151加49阿 就是我的糖水質量阿 糖就49阿 成百分之100阿 這樣的給法 算百分濃度比較簡單阿 所以算出來 24.5 這樣的給法 這樣的給法 算末濃度比較簡單阿 不要加麻煩 他沒有體積 你要想辦法找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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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算末 也沒有直接給末 你要想辦法算末 只有49公克的硫栓要換末 換算該多少 來全部重抽一遍吧 34號 23號 13號 上來 上來 快點 天黑了 世界末日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 白雷 你最好不要跟我寫我不會 那我寫會佛喔 擦掉然後寫中間一點阿 子媽阿你要跟我寫我不會喔 你們不斷的你們不斷的在傷害我純潔幼小的心靈 謝謝 三個人上來三個人都給我寫我不會 傷害我純潔 磨濃度分五要放容易有幾公升分子要放融池有幾磨 沒有告訴我融池有幾磨但是有告訴我融池有幾功克 功克怎麼換磨 功克怎麼換磨 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沒有體積但是有密度 請問你密度怎麼換密度怎麼換成體積啊 D等V分之刃V等於什麼 密度公式容易質量是容易體積容易密度 所以體積就是質量除密度 糖水質量除糖水密度等於糖水體積 糖水質量水加糖糖加水叫糖水 你體積不知道 你體積不知道 變1.15 一來一去 長這樣 先不要動它 先不要動它 化鹼就好了 留著 化鹼就好了留著 不要除 不要扯 留著它 留著它 再來 墨 墨 墨怎麼辦 墨怎麼辦 怎樣除以原質量或 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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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墨怎麼辦 墨 墨怎麼辦 墨 墨怎麼辦 我們就是數學啊 數學不會不要問我啊 這就是 給一些條件 問墨濃度 問百分濃度 根據原來的墨濃度公式 百分濃度公式 找到該有的數字 往裡面帶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17跟練習18的部分